郭德刚在剧场轰观众了 老郭的向上魅力究竟有多大 竟然能让观众听到凌晨12点半 即便老郭苦苦哀求 观众依旧不愿意回家 原定三小时的节目却演了将近五个小时 演出结束后观众依旧不离场 他折回头就是两个小时的返场 在此期间连一口屎都没喝 势必要让票钱对得起观众 老板星一点都不少 你骗他他还憋着蒙你呢 他花十块钱花一百块钱买张票 他老里觉得值不值 他可能花一百块钱买完这场 看完这场值一千 他赚了 他花五块钱听你一场 他觉得后悔 哎呀还不如吐去 那就不值 对不对 就关键你拿观众当不当回事 这是最重要 这些年老郭在台上最常说的就是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就是有膀子力气 只要您愿意听我就愿意说 而某些老艺术家 却是整日高喊战要教育观众 反而让观众感到厌烦 还记得2005年德云社爆火的时候吗 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领略到了相声的魅力 当三百人的剧场塞进七百观众的时候 观众才发现相声原来这么可乐 给我们留住站的地儿来就行 今天台下一个人了 2005年老郭创造了相声界的第一个奇迹 万人空向抢德云社门票 就连台上都坐满了观众 自此伯德纲犹如交往入大海鸟上青天 一次又一次刷新着相声界空前的盛况 2006年新春相声大会连续反场22次 这一年他被观众称之为相声猛事 但是同行却骂他没有异得 22个是上次在北京创下的最高纪录 你们知道22个就给我带来多大的货吗 我们同行都恨不得弄死我呀 这之前因为反场我也挨了不少的骂 反的多了说我没有义得 可是话说回来 大伙就是爱听 多说几个也他娘的犯罪啊 有这么些人支持我 我怕什么我怕的 天津省秦砖场 老郭刷新了他一生中最高的纪录 连续反场25次 每逢几次反场转一次桌子 只为让在场的观众都能满意 毛巾擦汗几乎是不离手 即便如此 这依旧不是他郭德纲的极限 而是演出报备时间的极限 郭德纲说向上能有多拼命 这场演出堪称郭德纲最烈的演出 就连现场的观众都心疼不已 在台上又斗又唱又翻跟头 常看德纲社的都知道 老郭翻跟头是不常见的踩头 唯一的一次就是坟河湾醉酒事件 其实这就是坟河湾的反场演出 这天的千大爷口无遮拦 在台上爆粗 差点没把老搭档逼疯 三个节目演完 老郭早已被折磨得身心疲惫 即便如此 依旧不耽误他继续反场两个小时 或许 这就是他常说的 要对得起观众的票钱 2008年的三次羡慕事件 更是让人动力 2008年315相声专场 演出结束后老两口又多次返场 但是主持人羡慕关灯后 观众仍不离场 珊瑚海哨的掌声和叫好 震撤无瓦 面对观众的热情 老郭选择开灯家演 如此这般的连续三次反场 才让意犹未尽的观众满意而归 而某些同行却说观众不能惯着 吃得太饱他下次就不来了 其实并非是观众不能惯着 而是某些人没有这般武艺 2011年德云社十周年大庆 称得上是最震撼的相声商演 这天德云社打出的旗号是带着被子听降声 演出从早上七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凌晨十二点开始反场 连续十七个小时的演出不停歇 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老郭要求休场十分钟 原因竟然是怕观众太累 然而节目再次开演 台下依旧坐无需洗 演出到三点 观众起立鼓掌半小时 这天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如果不是担心观众太累 以老郭的才华 他可以输出到大天亮 包袱笑料依旧都不挽用不尽 所以这不是他郭德纲的极限 而是观众和剧场时间的极限 郭德纲要退票 观众死活不干 你见过票卖出去三年 才开专场的演出吗 其实这不是最离谱的 离谱的是老郭让退票观众 还不乐意了 近日老郭在天津开启了两场还债演出 由于三年前疫情肆虐导致原定的演出推迟 当德云社发出退票公告以后 观众瞬间不淡定了 直接在评论区回复道 开什么玩笑 我抢票容易吗 让我退票 门都没有啊 还有的观众调侃道 阿富汗都沦陷了 你让我上哪退票 好家伙 观众的这部操作属实是让人意外 这样那些送票都困难的老艺术家 情何以堪 不过德云社这两年的演出安排也挺离谱 开箱演出开到了年底 风向演出推迟到了年后 为此他们还把延误说出了新高度 一般来说都是春节前风向 那为什么今天风向 压一封一 跟发通知 哪是啊 还压一封一就离谱 好吧 最终解释权归千大爷所恶 自此德云社的开箱风向就再也没有对上好 时至今日依旧欠着观众的演出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 但是他们表示宁斯也不退票 如此这般的行径 这让送鸡蛋喊演出的老艺术家 颜面何存 要不起来 但是我们到这边 我们在这边 进行与你 我们东西